巫统和伊斯兰党合作已成定局 那西盟以微弱多数拿下的霹雳和击打州政权 是否会因此落入巫医联盟的手中 巫统总秘书丹斯里·阿努亚穆莎就说 目前两州的政权维持现状 一切有关两州会变天的言论都只是外界的揣测而已 而前首相纳德斯里·纳吉说 巫医联盟并不代表其他种族的利益会被边缘化 巫医联盟依然会关照其他族群的权益 巫统和伊斯兰党联姻之后 呼吁国内所有巫医群众上下一条心 共成同一艘船 强打种族牌 而这个现象除了严重打击 西盟一向秉持的多元种族政治理念之外 西盟以微插拿下的霹雳和击打州政权 会否因此而突然变天呢 巫统总秘书阿努亚穆莎就说 别急 要不要变天 还是交由两州的议员自行决定 如今霹雳和击打州政权 岌岌可危 诚信党通讯局主任卡丽莎莫说 如果两州真的因为巫医合作而变天 他倒要看看这两个变天后的州数 能走多远 乌统和伊斯兰党合作不禁引起外界质疑 两党日后会否越走越极端 忽视其他族群的利益呢 对此前首相纳都斯林纳吉就呼吁大家放心 虽说这是穆斯林的团结 穆斯林伊斯麦沙比里就否决这些言论 他以吉兰丹和登加楼为例 以上两个州属一向来都是由伊斯兰党管辖 不过从来不曾发生过任何边缘化其他种族的问题 因此他表示西蒙所发出的这些言论是在吓唬民众 NTP7 余伟健 采访报道